Hello大家好 现在是北极时间的2022年12月18日的12点16分 好久没有更新视频啊 最近几天的事情也接连不断啊 主要是我个人呢 是在12月初的时候呢 那个动了一个小手术 然后呢在夏日里休养了大概一个礼拜 然后休养一个礼拜以后呢 然后我参加了我们卸下店的一个活动吧 就是我们自己新加SocialBeast的一个新加活动啊 然后不幸呢 染上了新冠啊 导致我现在一直在居家隔离啊 从那时候得新冠的应该是在13号左右啊 然后呢现在目前来说呢状况已经明显好转了啊 也错过了很多活动啊 包括我们线下还一场 那个水的一个新加大交流活动啊 就这场活动啊 然后呢也错过了那个前两天那个 呃呃就是在推特Space上的一些分享活动啊 那也感到非常抱歉啊 然后呢 得了新冠以后呢 我们团队 的人呢也有 三个人得了新冠啊 包括我们运营啊 还有一些商务相关的朋友呢 都得了新冠 导致我们的开发进度呢有所减缓啊 所以说 嗯 也是让我们在这个叫高长度的开发过程中 那个 缓了缓啊 呃我大概呢 再还有一两天应该会应该差不多了吧 因为今天已经看到明显的好转了啊 然后嗓子啊 已经好起来了啊 身体的乏力啊也是慢慢好转起来了 这两天我打算自己在家里做一些康复运动 以后呢我觉得应该会慢慢好转起来 到时候呢 我们读到啊 这些开发啊 还有一些 相关的运营这块呢也续续跟上去啊 啊这两天呢也有一些新的一些新闻啊 就是说像特朗普的NFT发售 啊非常火爆啊 然后呢 像 呃我们 NFT 阿尔法社区跟那个 罗宾他们那边的跨栏啊 那个 发廊做了一个小小艺术家的一个 展啊 在15号 到那个 25号 12月10号到12月25号之间啊 现在已经 还在录取展当中啊 在上海的朋友的话可以进去看一看啊 都是一些小朋友做的画啊 就是在 小学生为主啊 做的一些画 都是非常有艺术感的啊 大家如果在上海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他地址呢是在那个 香港路啊上海的香港的117号 6乘604啊 大家可以去观摩一下 然后呢 呃最后呢我再来讲一下就说 国内现在的那个情况呢 其实 呃 呃 药物这块还是蛮紧缺的啊 包括一些口罩啊 我觉得不用太 担心吧 呃所有的都要得的 然后就 找早晚的事情啊 然后得了以后呢 大家也不要 呃 太担心啊 反正就 呃 如果你抵抗力好一点的话 大概30天就可以差不多康复了啊 就是有明显的好转了 如果抵抗差点稍微吃久一点 啊 问题都不大啊 然后药物的话就吃一些 如果有有有有发高烧的话 吃一些退烧药啊 平时多喝水就可以了啊 不用太紧张啊 然后呢 在家里跟你共处的人呢 尽量要稍微 保持一些距离吧 像我跟我老婆啊 然后还还给我孩子啊 在一起的话 我小孩的话没什么事啊 然后我老婆的话 好像也有点症状 但是他检测出来 抗炎也是 阴性的啊 所以说 战士来说还是 蛮不错的 所以说 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啊 然后呢 这次 呃 疫情结束以后呢 我们 会有一些 陆续的一些更新吧 读到还会陆续一些更新啊 呃 会把一些市场这个板块啊 更新到我们的那个读到上面去啊 就是把一些 新闻相关的 东西呢 关联到一些NFT啊 一些动动态的数据 包括啊 投肯的一些动态数据啊 更新上去 到时候呢 做一个同步啊 大家可以更方便的 呃通过消息啊 反馈到那个 所所所对应的那个 呃 token或者NFT啊 它的那个表现程度 大家去观察一下啊 当然也只作为一个参考啊 就是说 呃 大家还是要啊 做做好自己的研究啊 后续的话我不规划有很多啊 目前呢 我们这边也是在做一些融资啊 啊 等到实际成熟以后呢 呃 我们会开放一些这种融资相关的一些 呃 东西吧 因为目前来说 呃 在所有的这种商业计划书里面的 我们也在陆续的更新当中啊 尽量做一个相对完美啊 并且能自运营的一个平台吧 然后呢 另外的话啊 另外的话我的油管视频呢 我尽量保持日更吧 呃 因为 这段时间 确实身体状况不太好啊 导致很多 工作呢 没办法那个陆续的进行当中啊 所以说 后续的话我尽量保持日更啊 然后呢 跟大家讲讲这个市场行情啊 我讲讲一些投资的一些方向啊 包括还有一些我们自己 平台的一些啊 建设的方向啊 跟大家就是开成不公的沟通口通啊 如果大家呃呃 如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加我微信啊 我的微信就在那个呃 那个我们这个视频的那个衔接下面啊 然后我们自己有这些社区啊 然后经常在那个微信上面已经沟通啊 同时也可以加了我们dboxdbox社区呢 现在也有大概呃八九百人了啊 啊大家可以去呃看一看 我觉得是蛮有深度的啊 那今天视频我们就更新到这边啊 请跟简单跟大家汇报一下最近的一些状况啊 啊 后续希望你们陆续关注我们啊 那就这样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